大家好 今天是4月7日 星期三 放了五日假 大家不知道心情如何 其實這幾天 我都是休息多於什麼 甚至可以說 看財經的時間 都真的不多 純粹因為放假的心情 而且你看得到 內地也好 外圍也好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消息 所以這幾天 都是比較 不過剛剛 在這段時間 錄這段影片之前 就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騰訊的大股東 減遲 減遲1億9千萬股 如果以套現金額去看 大概是 1,100億 港幣 減遲量 可以說多還是少呢 減遲2% 其實就不算多 不過是大概1億9千萬股 但始終價大 所以明天上版 也挺精彩 今次的 減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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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5% 最少賺5% 最多賺7% 這些價 價格 大概是575元 到595元 比現價 即現在是620多 所以 如果明天 如果以套現金額 情況出來的話 都無可避免 會跌下去 但對於大家來計 我考慮的地方 究竟明天 是一個 減綁 還是 增持 我會 是這兩件事 先說這一隻 因為大家都可能比較 很關心和關注 今次 因為貨幣的數量 其實不是少的 你想想 是千多億的錢 其實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上一次 大股東 Nexper減遲 減遲 減遲之後 股價 是沒有好過的 然後是不斷不斷跌下去的 剛剛和 Arno 同事 談開 他都說 如果以不順序的經驗去看的話 股價差不多 比他的減遲價 跌了差不多 四五成 才開始反彈 今次會不會出現這個狀況 不知道 因為上一次 你可以說 剛好 減遲之後 那些遊戲 被人禁止 然後 不是禁止 那些板號 還停了 然後股價 真的沒有好過 但是 現在的變數 因為第一 這一批 今次說是千一億的錢 如果今晚 這麼快 有人接貨的話 其實 意味著 減遲 是受歡迎的 人們都是會去買的 但是有兩個考慮 第一 科技股 小時候 其實現在是差了 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 現在減遲 不過也很難說 如果這麼大隻的股份 有人減遲 即使氣氛 挺好也好 有這個消息的話 你說 對整個板塊 投資的氣氛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衝擊 也不奇怪 但是 現在的氣氛 好像稍微冷卻了一點 那你現在這個位置 再減遲的話 會不會有些客氣 大家呢 這個我覺得是要觀察的 那 還有 因為 大問題是 因為那些貨 是有三個月多 這麼受期的 就是現在這一批貨 那三個月之後 其實沽壓就會很大 反而是這一點 那 所以 你問我現在的那個 部署錯 是怎樣 我想 對於我自己來說 可能是 這是一個 珍持的機會 就是我想 我傾向於 我會加注的 但是 是不是明天這麼快 會加進去呢 我就 未必的 因為我本身就有貨 但是 我未必會減榜的了 但是 我真的會 在想 會加注的 但是 看看是明天開始加 還是 可以再加 我再加 我會再想一想 對 今晚我會再想一想 但是加注 就預了加的 但只不過 真的看時間 是自己的問題 我始終覺得 騰訊的估值 或者未來發展的情況 不差 這次 大家也可以不妨留意 究竟 多不多 內地的資金去接貨 因為 我會覺得 明天 他的成績量 你已經預料到 會很厲害 因為 雖然可以說 那批貨還未散播 因為他有禁授期 但是 大問題就是 有些人 都一定會先沽到貨 所以 明天的成績量 一定會很龐大 很厲害 市 或者是要騰訊都會很大 那 大家明天 我會不會加注 我想 給我一晚的時間 我想一想 明天 如果我有什麼動作的話 明天我做的節目 我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好嗎 這樣先 那 講完這一隻 我再講回其他 或者市場 那些情況 那 市場 其實沒有 今天跌了 而且今天的表現是差的 都是被騰訊拖下去 騰訊跌 現在應該明白為什麼了 今天跌下去 其實我也不明白 他現在跌下去 但現在你說收市之後 知道這個消息 大家應該明白情況 明天 市場 預料不如拖 但是 你也這樣講回 通常 騰訊跌下去的時間 有什麼辦法 要托著市場 就是靠內銀股 所以 明天的時間 反而就是 內銀股的表現 可能相對來說 會比較好 可能明天靠他們 頂著市場 明天 騰訊的股額 都會相對比較大 靠著 看看明天的內銀股 可不可以頂著市場 但是 這宗消息 對於市場的氣氛 都一定會有些衝擊 所以如果你這樣算 或者按道理 大市 都有機會 可能要再 再跌深一點 都真的不奇怪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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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用那麼灰 洗倉 因為 今天的時間 其實真的沒辦法 今天 其實你見到 它開出來的那一刻 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 是被騰訊壓住了 因為昨天 今天 就是今天的時間 騰訊加一隻有幫 兩隻股份 都加起來 市場都掉了八、四點 下去了 你加起來美團 港交鎖這些 開著市場 那市場也升不起來了 所以變成是這些情況 明天都預料要捱打 但是這一陣子的時間 沒有的 先當捱著 因為真的沒辦法 騰訊這一下減遲 雖然市場上面 都好像有些傳過 因為之前 剛剛過了三年這麼受期 那些傳說它會再減遲 但是又想不到 真的馬上這麼快就這樣做 因為我記得 三年前 Dunton想出現業績之後 第二天 之後 他就減遲了 我也挺有印象 那天 我還要是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疫情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是進去大埔分堂港港座 是的 但是沒有了 看看明天什麼狀況 我明天再跟大家 持續更新 大家 先看看大家的問題 有一個問 火癌 1909 如果假設它的股價 市值只有8億的話 它會跌多少 我可以回答你 如果是 8億的話 它的股價應該是值9毫多次的 即是比現在6個多 會跌大概八成了 但是不清楚 你會這樣去計算它的市值只有8億 如果假設它的市值只有8億的話 要去發行股稅 9億幾股的話 大概是9毫多次的 那 葵程上 對 葵程 他來上市 招股 應該明天招股 但是明天招股又撞正 騰訊這件事 不知道它的反應會怎樣 但是現在中概股 就是第二上市 那 其實那個賣點就好像 少了一點 這樣 那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就 可以坐去看看 我想 不急的 我想可以再看定些 再看看抽不抽 因為現在市場的情況 也有一點都不同了 那 380就 買了2元 380我又自己沽了 因為 某程度上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 那天 突然之間 他有一些消息 說我們有搞個 街鎖 那其實我的消息 是有點 鬧氣的 因為我不想 經常給他一些 叫做 政策的消息 就是影響到 我的投資 那個情況 不過等一下 大家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家 剛剛這一下 又要麻煩小片 播放一段片 哈哈 因為剛剛不想聽 但是 太多電話 那些記者打來 問騰訊 那些東西 所以都 已經錯過了三四個個 所以不行了 都要聽回 和打給他們 再說回騰訊 這件事 不是 剛剛再說多一點 剛剛想多一些 想多一些 要留意一下 明天 減辭這件事 會不會令到 科技股的寒情 氣氛 有機會會 轉差 反而這件事 可能會比較重要 因為騰訊 我真的覺得 減遲這一下 價格 你遇到跌 但跌下去 真的 到某些位置 假設 你當 五百七十多 這些位置 我覺得又 又不怕買 又不怕再買 我會考慮分數去買 但是 怎樣都好 看看明天早上 看看今晚的時間 看看有沒有多一些消息 看看 究竟那個反應怎樣 我先看看這幾個事 再說回 港交所 港交所 其實有貨 先拿著 又沒有說不行 但是 只不過 我上一次 我真的 叫做 怎樣說 有時候覺得 又被人 這些消息 影響到你 你是不會 即 不想拿去 我不想煩 還有 剛才說 他大股東 就說 至少未來這三年內 都不再出售任何 騰訊的股票 即是跟上次一樣 這樣 但是 講到港交所 但是 他的第二上市 這一堆消息 一定對於他的幫助 是大的 所以 變了 你說有貨 就拿多一會 不過我自己 那一刻不拿 我再重新一次 是因為 我覺得這些消息是煩 即是上次市場 印花水之後 那件事件之後 其實我已經是 即是覺得 不想拿他 不爽 所以才沽了他 但是 沒有啦 等機會 可能遲些 我都會了 有機會的話 都會買回他的 至於你說 二三八八 直中銀香港 我沒有什麼 因為 銀行板塊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 論前景 那 我又不覺得很特別 你說炒今年復甦 行不行呢 那 經濟大環境 似乎香港這邊 又 慢慢地復原 但是 現在這段時間 有很多 他真的有很多 板塊 都可能 更吸引一些 所以 沒有啦 我都覺得 如果你說 我喜歡 抱著修飾的心態 那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現在這位 我會覺得 還可以再 等下 那 2400就是 心動 心動 其實這件事 我不知道這位朋友 本身 你有沒有研究開他 心動最大的賣點 其實不是他現在 做一些遊戲的東西 最大的賣點 就是 公司本身 他有一些 叫做 TEDTED的平台 這個TEDTED平台 就是說 他可以免費一些遊戲 免費給別人下載 什麼為之免費下載呢 就是 因為現在 譬如我們經過 我們有些 例如有些 店舖 因為他們 如果是Android的機 你經過那邊 店舖 你下載的話 其實是要收 那個 抽用 大概是三成的 所以 之前有段時間 騰訊 還沒有跟華為 那邊 鬧了 就是說 遊戲 不再放在上面 讓別人下載 其後 之後 已經咬了很久 但是 現在 TEDTED平台 就是 人們可以放一些遊戲 讓別人下載 而不抽搖 所以 很多公司 都開始傾向於 在TEDTED 被人下載遊戲 但是 你這樣算的話 TEDTED有什麼收入呢 答案就是 他在那裡賣廣告 因為TEDTEDTED本身的平台 就是 他有很多一些 比較專業的玩家 或者一些 喜歡玩 打入手遊玩的人 都會喜歡去 他的網站 那裡 或者是 在Apps那裡 瀏覽 所以 變相之下 人流方面 針對性的玩家 會多 所以他又可以吸引 多一些 可能跟電腦相關 跟遊戲相關的 一些公司 放廣告 但是 上一次業績出來 又不見得到 所以 股價跌這麼多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 可能不排除 就是不水沽去 所以 你問我的話 不好意思 又有電話 先去聽聽 不好意思 今天應該被小編罵死我 那段片 回到幾次錄 剛剛說 那隻2400 其實 沒有 大家可能擔心 平台的成本 加了很多 所以 為何我價跌這麼多 就是這樣 不過這隻 我會建議先觀望 這隻 也挺惡玩 另外 就是萬角數據 這隻 我看法是中性的 雖然我看好一些 叫做一些 Date Center的公司 但是香港有一隻 這個 爭議網 其實 業務發展 我會覺得 比萬角數據更好 萬角數據 不是說它不好 它增長快 但是問題是 現在這一刻 它還沒有盈利能力 所以我對它的看法 就比較想 有些保留 但是你另一隻 914 是完全兩回事 914 賣點就是 它的財政狀況 是極之健康 但是水磷板塊 是很個別的 你看今天的時間 3323 就打了上來 但是914 就不行 所以你問我 914 基本面 我覺得又差不多 只不過是市 是否究竟炒這些板塊 就要再 再留意一下 但是你說 有一隻 你有貨的話 先拿著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這個330 就好像遠 遠東文信 我忘記了 立刻炒一炒 這一隻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研究 或者你給我一段時間 等我去 看看這間公司的資料 我再回答你 溶信中國 但我都沒有什麼研究 我要回去研究 我要再有時間研究一下 然後 另外 看看 另外就是753 國航 國航 業績 你預計了 都是差的 其實你說的航空股 業績差 是預計了 就是完全不要意外 但是 最主要是看今年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 真的可以有些 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你看到內地的航班 基本上是恢復正常的 但是 國外那些 還幾乎都停了 所以 對於他們來計 或者要等下 究竟 什麼時候 才能復甦 他們的股價也是 你看到他們的股價 最近都比較頑皮 因為人民幣匯價 下來了 又好像沒有太大買點 所以 現在買的航運股 不是不行 但是 我覺得可以再等下 最後是 萬洲 但是萬洲的業績 就是 不過萬洲的股 很欠人玩 我想說什麼 純粹說股價 先 上個星期的時間 它的股價 急跌下去 業績表現 你問我 好還是不好 我又不覺得特別差 不過 也不是很好的一隻 所以 它的股價 就是極難玩 但是 豬肉價格 我自己看法 都是偏淡的 因為內地 豬肉的供應量 其實是多的 而且 應該是有機會過剩的 所以 你問我 豬肉股 我看法是一般 不過 萬洲 本身 因為它做的 加工那邊比較多 而加工那邊 所以 它的業績表現 我會覺得 再看看 我覺得它的業績 其實 不是太高 能見度 不算很高 但是 如果有貨的話 就先拿去 但這些有彈的話 都建議你 先走貨 真的不好意思 大家 這段影片讀了很久 因為 都麻煩你小片 因為實在 剛剛下了電話 問騰訊這隻股份 最後 都想說一件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 看了這段影片都知道的了 我本身是除了這個頻道之外 沒有在Facebook 沒有在Facebook 沒有WhatsApp 的群組 我是沒有的 因為我一向都不覺得 這些東西要收錢 第一 第二 我是只有這個平台 跟大家分享 一些意見 但是 因為近來 我看到 我有很多朋友 跟我說 Facebook 甚至WhatsApp 有很多 叫做 冒充 冒充 我 的 平台 我 的版面 Facebook 的 平台 很多 我舉報了 但是 Facebook 不知為何 我舉報說 特朗普 是減我的 好像 沒有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千萬不要中計 總之 大家想知道 我的想法 看法 可以靠 Youtube 又或者 在Facebook Youtube 可以留言給我 我會和大家 再分享我的想法 和看法 就是這樣 今天 謝謝大家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